但基建不一樣 蓋了就是蓋了 而且都是一筆最大的經費 一個最新的意外消息 是在日本的新幹線 要抗衡大陸高鐵 這件事情上面的時候 印度卻發生了一個 很悲慘的火車相撞事故 這個是21號發生的 17號上午發生的 這個意外事件 現在被報導外電到台灣來 我們看到了這個消息是 印度東北部的重鎮大吉林 居然是一輛貨運的列車 追撞上了一輛客運的列車 這一點不可思議 從後面直接追上去 並不是有特別的意外 可能是什麼舒適不知道 但他就多結車廂脫軌 造成了嚴重的傷亡 但這次事件被說 印度本來鐵路的布網密度 是全球名列前茅的 可是怎麼會密度這麼高 這麼多頻密的印度政府 對於鐵路的維護 軌道的維護 卻是不是已經過度老化 那投入資源去實現的鐵路系統 現代化 現在還說要開發高鐵 原本的鐵路系統 卻出了問題嗎 光看到這個畫面 看不太清楚 一片黑黑的 這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破窗 就是當火車上有窗子破掉之後 它黑黑的你以為是這個 錯一步的圖 沒有 就是窗戶破了 它直接用貼黑膠帶 把它補起來 這個就是所謂印度的火車現況嗎 或者說現在好 把它發展高鐵 那高鐵的速度算一算 現在這引以為榮的印度國產高鐵 只有時速130公里 跟我們泰魯閣號差不多 那像這樣子的黑色膠帶 去補動的情況 也發生在這個半高鐵上的時候 大家就會懷疑印度 到底對於鐵路系統的 維護基建的能力 那甚至2021年 當印度第一條國產的高鐵 巴拉特快線通車的時候 第一天號稱時速400公里 就行駛到一開始就先撞了一隻牛 讓火車先暫時停止了 後來第二次又撞上了 第二次事情又撞上了摩托車 所以一樣到不了目的地 這是印度的高鐵 但印度預計這條全國首條的高鐵 2026前就要開通的 原本是跟中國大陸合作 取消了合約 最後選擇採用日本新幹線模式 但最快2026現在確切的日程 還在磋商是因為電高了 越來越多的價格 卻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所謂帶著一兆日圓的ODA資金 貸款50年的各種好處 可是卻讓現在整個延後時程到 不知道何時可以通車的情況 一直在不斷的展延 相對於中國大陸幫印尼 蓋的亞萬高鐵 2016年動工 去年就已經營運了 差別就立刻比較出來了 那日本子彈列車公司就說 他們要著眼於印度 新加坡 馬來西亞雄心勃勃 預計在印度的行德里 金奈 加爾各達這裡都還要建立高鐵來連接 跟這個一帶一路的連接方法 有沒有的比 看看就知道了 日曆在東南亞的擴張策略 包括中國的中車都已經率先 在印尼 泰國都有高鐵計畫了 那這個時候在進去 還沒有辦法提交專案提案的情況之下 要進入的確障礙頗高 但藉著高鐵跟沙烏地阿拉伯 中東這裡的關係 是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了 因為中國的鐵路建設 6月21號就已經宣布了 完成了沙國的賣家地鐵線 2024年朝營運路線來進行當中 7天之內一共發送列車 2206列運送旅客有209.4萬人是這麼的多 這樣龐大的運量 所以這條地鐵線成為沙國第一條輕軌 也是陸氣在中東地區成建的第一條輕軌 這只是開始 所以地鐵項目的這個經理就說了 一帶一路承諾留下了便捷的朝聖之路 所以這條又快又好的便捷之路 接下來向全球多個企業招手提出新建高鐵 沙漠中還要修建一條480公里長的高鐵 預算600億美元 困難很大 其他國家都說做不到 但現在仍然是有中國企業飆下來了 2018年9月最快使出的賣賣高鐵 我剛才以為高雄賣賣高鐵建成的銅車 這個是中氣在海外建造的第一條 橫川沙漠的高鐵 這筆訂單比原本預估的預算費用 多了40億美元 沙烏地阿拉伯知道了之後 還立刻送上了一份大禮 就是說你花更高的經費來幫我們完成 所以他送了一個 把賣賣高鐵直接5年經營權交給中氣 這樣子來代表對你的合作愉快的獎勵 隨後還有1750億的經費要幫助 交給中氣幹嘛 要蓋優惠石油採買協議等等的 要來更多的合作案在這裡進行 所以中國大陸交易跟沙烈阿拉伯 所謂的巨大的博彩活動 就是各種連娛樂業都要合作 顯示在中東這裡 中國大陸的合作項目已經越來越擴大 亮哥來看到基建這一項 幾乎是我們常常在談 但這種競爭關係已經一個 有很大的落差不斷的出現出來 我覺得中國大陸不只是因為 他做個案夠多 累積了很多技術 我覺得主要還是他的體制 因為中車他是國營系列 基本上他接一帶一路的興建案 基本上外交部也是支持的 外交部既然支持 融資的單位當然也是支持的 所以他是三位一體的 就說施工單位 銀行 還有國家的政策是一致的 日本不可能有這樣的體制 所以因為坦白說 你去到國外去接案子 有很多意外狀況 那個意外狀況就會導致 你突然成本暴增 比如說印度跟越南 就是讓日本非常痛苦的兩個案子 這兩個國家都是很有心 故意找日本來施工的 越南跟印度都是 結果印度最典型的 就是土地徵收的過程 就各種力量就進來了 成本就一直往上跌 你要不要做 你日本就覺得說 那種當地政治的擺平 那不是我的責任 是你印度政府要協助 可是印度政府就不願意幫你處理 你自己去搞 你一搞你成本就墊上來了 日本人家也是民營公司 就會將本求力去算 所以就會產生一些困擾 中國大陸不是這樣 比如說你剛剛講沙特阿拉伯 那個從賣家到 好像是到吉達 反正就是那條高鐵 事實上本來是西班牙得標 西班牙蓋到一半 發現沙漠他沒有辦法蓋 所以中國大陸就 接手 接手 事實上中國大陸蓋完是賠錢的 因為他就認為 無論如何沙特這個有代表性 他一定要完成 賠錢做 賠錢做完 結果想辦法講那個小沙拉曼 他就看了這個情況 他就覺得有點感謝中國 當然因為那條鐵路 就是朝聖的鐵路 經營的效果不錯 所以小沙拉曼就覺得他很有面子 後來他就把部分的經營權的利潤 給中國 可是有哪些公司能夠撐那麼久 你蓋完了那成本攤不回來 你可能走到一半你就倒了 你不可能這樣做生意 那中國不是 他可能有國家的銀行在幫 後面back up 然後外交部也挺他 所以他就可以撐到 那個 逐漸沙特覺得你不錯 可能就願意還給你賺別的錢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一帶一路有一些case會撐下來 跟這個有極大的關係 因為坦白說海外的工程 我也接觸過一些 大型的跨國的建設商 他們一般來講都是五年要 攤體 要攤體的 那個壓力很大 他融資他也不會允許說 我一下給你從20年 讓你來蓋某個案子 這個一定要成為國家政策 才有辦法 中國大陸 坦白講在非洲幾乎都是這樣 非洲那種地方你哪裡 一下子就可以 有明顯的收益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恐怕是體制造成的 的確這種優勢 好像不是其他競爭者 可以學得來的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印度這麼大一個市場 當然生計 疫苗 這個產業很發達 但是在基建這一塊 其實還有很大的挑戰 印度是靠英國人當年 給他蓋了很多鐵路 但是到現在都超過快100年了 但是印度人窮 坐火車你看那個外掛的人 真的 貧富差距太大了 又像中國以前抗戰的時候 那個逃難 都沒有像他這麼擠 車頂上 車窗在外面 他每年死個幾百人 那這個鐵路為什麼一直蓋不起來 一個印度做生意的方法 也讓很多外資滿膽寒的 你像日本想去做印度 第一個土地 剛剛講的土地徵收 還有一個問題 坐高架鐵路 最好是能夠立體的 高架的 印度滿街的牛 又不准碰 也不能趕 今天不是碰牛 就是明天碰羊 碰牛有罪 對 問題是他火車 牛跑到火車道上 你是判列車的罪 還是判牛的罪 這個民族很奇怪 上次COVID-19的時候 牛尿是拿來做 牛糞 牛糞拿來當藥 牛尿來 所以這個國家他的這個 我們看他軍武系統 他的管理階層 跟他的火車創車是一樣的 兩個世界 他沒有什麼平管 也是一樣 軍武也這樣 軍武潛艇 新的潛艇 第一天下水 蓋子忘記蓋了 海水灌進去就沉了 我以為會認真一點 航母坐好了 飛機沒有 飛機還沒坐 還拿出來展覽 買全世界的八國聯軍 湊出來的東西都是理理辣的 坐出來的坦克太重不能開 所以你現在的火車撞車 是你的管理制度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 日本人吃了虧 學的國家投資也吃了虧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國家你要講他這個基建 能夠像中國大陸這個技術 你不要談了 我們格馬蘭的車子都比他快 所以這個問題 我不看好他能夠把這個技術建設建好 莫爾迪最大的成就 是要蓋廁所 對不對 從廁所要到鐵路 那要經過多長一段時間進化 就算不容易 人口這麼龐大一個國家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教授當我們看到基建要競爭 其實中國大陸的優勢 剛剛談了很多 但是連在中東 這種沙特 沙漠裡頭的建設 其實真的有一些 很先天的前提要件 才有辦法參與這樣的規劃 其實我們在研究大陸一帶一路的時候 很容易有一個有色眼光說 他就造成受援國的債務陷阱 隨便就有一個債務陷阱 套在頭上 其實中國在發展一帶一路 他們還做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重點工作是2018年 因為當時因為外交部跟商務部 他們在做這一帶一路給外援 我們講Foreign Aid 或是官方發展援助的時候 他有不同的我們講雙頭馬車 所以他們特別在2018年成立了 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 簡稱國際發展合作署 它是隸屬於國務院底下的 副部級機構 直署 所以簡單講就是要避免一帶路 會有所謂的多頭馬車 讓它的方針設計跟撥款能一致性 所以你看我覺得在沙烏地阿拉伯 它就展現一個 我相對於外交上增強兩邊關係 並且在所謂建高鐵上面 也造得非常好 排除萬難的方式 排除萬難 蓋得非常好 甚至當然會有虧錢 現在是中國虧錢 不是沙烏地阿拉伯 債務陷阱 中國虧錢 我們要知道 中國在做一帶一路的時候 它還有一個目的 是它有商業性的考量 它蓋給你 它要分紅 它要回本 如果它不能回本 它幫你蓋幹嘛 它當一半就會撤掉 所以這不是用一個單純的債務陷阱 就來抹紅抹黑